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要取消商品房的预售制度 还比如说向房地产税要延期推出等等 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价格变动情况显示 有67个城市的价格出现上涨 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到底会怎么走 来看解回调查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 显示8月份上涨城市的数量达到67个 创下历史新高 有98%的城市房价出现上涨 北京 南京新房的价格环比持平 仅厦门一个城市下跌 跌幅为0.1% 二手房方面 厦门 上海环比微跌 北京 锦州持平 其他66个城市全部上涨 下半年的时候 那有一部分的这个三四线城市啊 开始逐渐的降温了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 一些大型的这个房企 到了这个8月底的时候 已经是开始这个 我们说是以悄悄的强跑 就是全国性的这样一些搞一些 又会促销活动 那这样的时候就等于是联合的搞 这种比较大幅的这个打折 有的最低的可能这个六几折的 这样一个房子都能够买得到 这样一个价格的这样一些房子 就说明房企它对这个市场的 这个未来预期啊 跟以前出现了这个变化 同时 库存能带走低 8月末 商品房代售面积为 53,873万平方米 比7月末减少了555万平方米 其中 住宅代售面积减少423万平方米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库存数据连续超过4年出现下调 已经跌至51个月的最低 在上海的话 我们看到就现在已经是进入到 这个改善时代 大部分需要就是卖掉一套房子 再买进一套房子 因为才能实现它的这样一个 置换的这种需求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对于二套房的话 这个首付至少要达到70% 那这样的话对这个购买力 或者说支付能力 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方面的考验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中环以内 差不多90%的这样一个改善群体 都是通过这样一些 卖一买一来实现的 那么这部分的这个 我们说达到90% 基本上就是你的这样一个潜力 基本上就挖掘到顶了 那大家经常讨论说 第四季度有没有金酒银食 那我觉得讲的金酒银食 但是更多的讲的是这个量 是吧 说这个销量有没有大的上升 那我觉得销量应该 不一定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平淡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房子产的调控政策 就是依然是相当的严格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它的这个销量 不可能会有这个明显的上升 所以我觉得预计在年内 这个销售的这个市场 总体上还是平稳的 8月份 全国楼市调控密集程度 刷新历史记录 合计超过45个城市 发布了超过55次 各类型房地产调控政策 叠加前7个月 260次的楼市调控 年内累积调控的次数 高达315次 同比上涨超过80% 但是从当下的市场趋势看 普涨的局面依然存在 部分城市上涨的幅度较高 未来调控加码的可能性加大 经过书里发现 近期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四个一线城市 都已经开展了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的专项行动 9月19日 北京与上海双双发布了 关于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 专项行动的通知 重点整治内容 均包括投机炒房行为 房地产开发企业 和经济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等 北京严查的具体内容 包括此前引起关注的学区房 商住房 隔断房 大棚房等 上海则在整治首付贷 违规提取公积金等行为之外 加强了对限购 限外限起的审核 值得注意的是 9月中旬 北京还发布了公积金新政 对公积金贷款 认房又认贷 并且把贷款的额度 与缴存年限挂钩 9月18日 广州提出 加强房地产中介行业的治理 把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与日常市场巡查结合起来 进一步加大对中介机构的巡查 深圳在8月15日发文 严打中介机构 以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 驱逐成竹人 恶意苛扣保证金和预定金 以及查水费 阴阳合同等22条楼市乱象 普通老百姓对于房地产 他除了自己有观点之外 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他去中介 这个中介传递给他的一些认识 是吧 那我想呢 这个规范中介 对于这个稳定市场的预期 还是很重要的 同时呢 我想这个整治中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不仅仅是 因为你前面讲到的 更多是卖房子 其实现在还 中介是租房子的问题 是吧 就是大家谈到了前面 这个北京一些城市的 房租的大幅的上升 那到底这个跟中介有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直接的构成了 这个此前整治 中介的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这个市场 需要进一步的来规范 1994年 中国出台房地产管理法 其中就包括房地产预售制度 这一制度伴随了 中国房地产已有25年之久 这一制度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首先 它降低了行业的门槛 只要用一点点的钱 就可以利用杠杆来开发房地产 全国大大小小的开发商 10万多家就是这么起来的 预售制度加快了资金的周转 开发商修建个三四层的房子 只要修到第五层 就可以申请办理预售证 10天之内就可以开盘卖房 拿到买房人的首付款 开发商马上就可以用 还上买土地的钱 以及建筑方电资的钱 在原来商品房短缺的年代 这也极大的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爆发 有效加大了住房的供给 也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助力不少 然而到了25年后的今天 预售制已经弊端重重 总体来说 弊端主要体现为三点 第一 开发商一旦资金断裂 导致烂尾严重损害买房人的切身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 2017年 广东全省就发生了 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矛盾事件为61宗 其中2016年转存数为28宗 2017年新增速为33宗 第二 违法违规销售有机可乘 房地产市场乱象重生 在2017年 二线城市房产销售火爆的时候 各种查水费 手续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还有的开发商 甚至宣称与银行没有谈妥 不接受按揭 只能全款买房 这真是甩得一手好锅 第三 交易不公平 房子才盖了一点点 却早已经全部卖出去了 特别是一些中小开发商 可能会不上心 偷工减料 节约成本 质量也相对比较差 这就导致了业主维权的较多 但往往是投诉部门 政策怎么出 大家往往难以非常清楚的判断 但是把握政策大的精神的导向 却还是可以的 我们讲精神的导向就是去杠杆 就是说降低杠杆率 而其实在各个经济体 房产都属于比较高杠杆的一个活动 所以显然在这一轮的降杠杆的过程中 我想地产的压力应该面对着 就是比其他的要更大一些 因为你是高杠杆的嘛 你的杠杆要往下跳 那所有的导致你这个杠杆比较高的这些 这些手段 这些方法 未来都可能在政策的逐步的完善当中 这些会被挤出来 就是会被往下压 让杠杆回到一个 这个我们的政策部门认为一个安全的水平上 所以如果放眼全球 全球各个国家都有房地产开发 也都有房地产市场 那我们要看看主流的这个房地产的模式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当我们把这些都搞清楚了之后 其实对于未来的政策的走向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会比较清楚的 有学者指出 在房地产界速来就是有两条腿 一条是预售 另一条就是杠杆 预售它缩短了时间 杠杆放大了收益 如果取消预售的话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房企 它高周转的模式就此会终结 但是这也必然会带来 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全面洗牌 虽然住建部已经出面辟谣 说取消商品房预售征询意见 这个情况并不属实 但是这条消息在这会儿出现 也确实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好 下期后来我们继续话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国家统计局在9月15号 公布了8月份70个城市的数据 有67个城市房价出现上涨 两个城市持平 只有厦门的房价 还是延期了上半年的走势 出现了下跌的行情 对此业内都预测 从8月份的房价火爆程度来看 今年房企传统的销售旺季金九银石 虽然不会像鼎盛时期那么好 但是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今年金九银石的开端成色 就明显成色不足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从9月3号到9月9号期间 重点监测的21个城市 成交面积环比下降了10.4% 其中一线城市的成交环比降幅超过了4成 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真的要入冬了吗 来看记者调查 在调控趋炎的背景下 作为房地产市场一年中最重要的金九银石 曾经热闹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显示 9月3日到9月9日期间 其重点监测的21个城市 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0.4% 其中一线城市成交环比降幅超过4成 房地产市场金九银石风光不在 已经走到了抛物线的顶点 今年的金九银石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会和大家的预期 有蛮大的落差的 主要还是从一个政策的影响 其实我们看到自从去年一二线 持续的这样一个调控政策落地以后 那么今年的1月开始 就是持续的发挥政策的这样一些效力 所以说今年的一二线城市 它的市场的楼市冷的这样一个程度 还是比较明显 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 那么相比较而言 三四线城市可能在上半年的时候 因为政策可能它的及时性 没有一二线来得那么快 所以说还有一波的这样一个惯性的上冲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随着四五月份 不断有这样一些三四线城市加入调控的队伍和行列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这到了七八月份 这个下半年的时候 那有一部分的这个三四线城市 开始逐渐地降温了 影响房地产市场的 除了限购、限贷、限售等政策 房产税一直是各界最为关注的热点 任何关于房产税的消息都会引发市场热议 不久前 人民日报公布了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包括房地产税法在内的11部税法 同时亮相第一类的项目 拟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 后来由法工委副主任解释 五年内将会有116件法律草案列入规划 将在任期内或者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 其中就包括了房地产税法 于是就有了房地产税五年内提请审议的说法 对此业内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不会主动地把这个房地产泡沫 要给它挤破掉 因为挤破掉以后带来的后果 对地方政府和对于金融体系 还有对于很多的实体行业 都是承受不了的 不管是以房地产税的名义 还是以其他的税种的名义 都是应该要尽量避免的 特别是我也看到了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还是西欧国家 任何一个新的税种一旦推出来 你要把它废除掉 太难太难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呢 我是一直主张呢 就是推出任何新的税种之前 要谨慎加谨慎 不能够又放出一个新的牢 然后呢 没办法把它收拾回来 多年来 持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 一直被认为是悬在楼市头顶上的 达摩克里斯之鉴 随时都可能落下 但却始终没有落下 为什么房地产税的征收 总是雷声大 雨点小呢 因为它的这个基础的工作太复杂 比如说 第一个涉及到说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房子吗 对吧 如果这个不搞清楚 你连税机都没搞清楚在哪 你只知道反正是有这个 到底有多少 搞不清 那你怎么收啊 是吧 好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地方政府 此前我们的政府 一直在做这个不动态的登记的平台 是吧 其实就是先摸清楚这个底数 好 然后摸清楚底数 我们再要去看 说 就是说哪一些 这个房子可以整 哪些房子不能 不是所有的都要整 是吧 好 因为在欧美呢 它是每一套房子 就是你只要有 有房子都要被整 它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这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老年人 他已经没了收入 他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房子很值钱 可是他没有钱啊 他没有钱交啊 咋搞呢 是不是 所以我想 将来我们也要考虑 就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然后好 你搞清楚 它有多少房子 那到底拿什么证 是按它的 就是是按它历史成本证 还是按照它的市值证 还是按照每隔一段时间 重新估一下值来证 是吧 这个都很复杂 包括说这个税率怎么确定 对吧 包括还有一些更高 更高深的这个法理上的论证 是吧 那就是说它跟土地之间 这个房屋跟土地之间 这个关系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此前这个争议非常多 而且对影响到每家每户 是吧 理论上说 虽然你最终不一定被争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还是 跟房子有关系 他是有房子的 你即使你没有房屋的所有权 你租了房子 租了房子 可能你的房租当中将来 也会有受到 这个未税的 或者房产税的因素的影响 是吧 所以就是说这一些东西 就决定了如此重大的事情 就决定了我们会做得 非常的审慎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 就会比较长 总结房地产税的立法到征收 有三大难题 导致了房地产税迟迟不能出台 难题一是评估值的确定 房地产税征收的税机 是对工商业房地产 和个人住房的评估值 评估值本身的确定就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 涉及到外部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多 难题之二是税率的确定 全国一刀切的税率方式并非适用于全国 更多可能性是地方存在更大的税率选择自主性 难题之三是如何平衡老账心账 尤其是高房价并不意味着高收入 房地产税很可能加重一些人的生活负担 谈及未来房地产税会如何征收时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 在现有的重庆上海模式基础上进行改良 是最可行的方式 但我自己认为不见得 因为重庆跟上海的模式 这一次试点并没有看到太多的 总结的经验发出来 也就是说在官方媒体的宣传当中 如果是这样 我自己不认为这两个地方 一定是一个最终的最接近的模板 甚至他们两者的综合 是不是最接近的模板 这个都未可知 因为你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 系统的总结它的经验出来 所以说这个就有着短期还出不了 但是可能大的方向 这个仍然是无法改变 仍然是大的方向还是很清楚 对 可能比如说过上 就我觉得在长期 就这个税中可能还是会 就是最终还是会被推出来 不少人认为 房地产税的出台是为了遏制房价 因此巧守期盼房地产税的落地 业内人士表示 房地产税立法的目的并不是降房价 而是改变现有税负 重流转 轻保有的现状 达到优化房地产税制的效果 目前 流转税一方面限制了房屋的交易 变相减少了存量房的供应 另一方面 本应卖房者承担的税负 容易转嫁到买房者 变相抬高房价 向上海和重庆征收的经验来看 并没有对房价产生明显的影响 房地产税说到底还是财产税 谁持有这个财产 谁就应该交税 税的目的是解决地方政府运行中的资金问题 世界各国的房地产税都是这样的 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 并不是通过房地产税来调节收入 解决收入问题 也不是为了降房价 一种想法就觉得 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它来调控房价 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可能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房产税主要是英美法系的产物 就是海洋法系 所以你看到比如说英国 美国和过去英国的殖民地 深受他们影响的 他们都是有物业税的 然后房产税的 但是你最后看到了 其实他们的房价都涨涨了 房产泡沫了 这个也有 是吧 也破灭了好几轮 而大陆法系 其实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房产税的 这样一个对应的税种的 因为你这个税是跟法律体系是对应的 但是那么大陆法系 你看到比如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 其实德国的房价还很平稳 所以我想从价格的角度来认识房产税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它为了充实地方的这个收入的 这个就是税收的来源 以使得地方能够有这个相应的收入 来匹配它相应的支出责任 那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未来它的变化可能会更清楚 那站在这个角度呢 我觉得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此前的媒体有报道 可能短期呢就不一定的那么快会出来 但是在长期呢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大的方向 就是站在充实地方政府的税基的角度 这可能还是一个大的方向 地产商在做好主业的同时 也需要多元化的布局 不同业务之间要做好动力的衔接 才能够确保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中 继续推动万科前进 万科在这方面动作是最快的 其他地产商今年似乎也都加快了脚步 从2016年恒大地产更名为中国恒大 到今年的更名潮 至少有十多家的房企完成了更名的工作 地产二字均被淡化 更名有多重的意思 中小房企更名往往可能意味着 彻底退出地产行业 而大型房企更名意味着 谋求多元化的布局 从今年1月开始 朗诗 万达 时代 何景泰富 龙湖 宝利等 相继完成了更名 这几年在房地产市场上 这个小的房地产企业被并购 就这样的很多件 多件主要的理由呢 就是小的房企 它的这个融资能力比较差 那么当融资条件一收紧之后 它最先融不到资的就是它 那怎么办呢 它就把它的这个项目 就卖给了大的房企 那大的房企其实也愿意这么做 就是为什么呢 你如果直接去拍地 你会发现经常为了 竞购到了一个土地 一不想会搞出地王出来 是吧 前一段地有很紧张 那这样吧 就是它并购这个企业 就看到就不动声色 然后实际上地也有了 是吧 然后大的房企 并购了小的房企 有的半截子工程 它把它盖好了 它的附加值还会进一步提升 是吧 因为它的牌子大 所以在过去几年 大房企并购小房企 这个还是蛮盛心的 然后对于说大的房企的更名 我想有可能这个原因 是很多方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应该是他们都感受到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经过这个将近三十年的 一个总体的比较快的发展之后 可能进入到了一个需要 这个考虑它的转型的新的阶段 你比如由目前现在来看 大家开始提到这个租赁的市场 就为什么呢 我们开始这个住房商品化的时候 出现的就是没有足够的房子 所以这个钢筋水泥的上 这个是那一阶段的主旋律 是吧 好了 随着这个 你这个几十年的盖房子 盖到以至于人口 已经不再继续增长了 是吧 新增的这个人口的增速 已经开始变成 就是说接近不增长的状态下 那你还需要继续盖新房子吗 房地产企业的收入 主要源于房地产项目的销售 随着宏观经济发展周期 和政策调控等因素的变化 依赖单一产品 同时兼具高杠杆特征的 房地产企业将会迎来 新一轮的洗牌 从数据上来看 行业内结构的洗牌正在发生 2016年 前十位的房地产企业 销售金额占行业的比例 达到18.7% 到了2018年上半年 行业集中度已经达到了30% 前100名的集中度 已经达到了65% 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拿地能力 融资能力偏弱的中小房企 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从最近一些房地产企业 公布的中报可以看出 往常对于规模的热衷 已经不再是龙头房企的追求了 比如说像碧桂园就提出 要收缩规模反思问题 中国恒大选择是放缓投资 注重利润力的提升 而万科则明确的提出了要降速 融创的关键词是空投资 降杠杆强运营 一方面既要保证传统开发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 同时又要增加新的投入 要加快培育新业务 使之可以盈利 或者说在旧业务减缓 和新业务扩张上 与时间赛跑是房地产企业 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 好 下节目我们看一下 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本周内地A股大盘 还是持续的小幅反弹 占上了2800点 一些大盘蓝筹股表现 还是比较强眼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 好 欢迎两位 钱其敏 马全胜 我们看到这个周 整个市场情绪稍微挥暖一点 股指也上了2800点 尽管晃晃当当 然后接下来大家又面临一个长假的问题 外围市场到底怎么样 所以大家还是心里面有点打鼓 是 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因为国庆常讲 海外市场它有个叠加效应 那在结合有影响 那现在看整个9月份 我们说拉上了帷幕 应该说还说得过去 是一个现役合扬的行情 上半个月当然是跌跌不休了 因为整个市场的预期 巨大的惯性在发挥作用 我们看到各个指数实际上都创了新低 上阵指数也是毕竟的熔断底 2638最低到了244 好在因为跌得多了 所以绝地有个反弹 那反弹的原因我想一方面是超跌 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靴子落地 不管是美国的贸易纠纷也好 加税 然后要么是美联储升息 对 加息 要么罗素指数等等 靴子哗啦哗啦落地 市场的预期有一个相对气稳的过程 所以出现一个反弹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还偏谨慎 认为它只是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 实际上从分时指数 比方说我们用上证指数 60分钟K线的分时指数来看 它走出了很清晰的五浪上升形态 目前已经从本周时开始 已经进入一个三浪调整 当然三浪调整完以后 有没有新的机会 我想取决于几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节日期间海外市场 稳定 对 有没有黑天鹅 第二个就是成交量能不能增加 现在实际上到目前 还是个存量资金博弈 存量资金博弈的话 3500亿日成交就是个瓶颈 到了这个位置要继续放大 有难度 因为粮仓里面密不多 一定要增加资金 这是第二个关注的 第三个还是要看 券商股有没有异动 因为真正有行情的时候 券商股的感激 上中已经讲了 没错 所以这也要看 那么第四个就要看 这个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 这个在因为我们8号开盘 过不了几天 陆陆续续的海关总数等等 都要开始出来亮相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会符合市场预期 或者好于市场预期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觉得可能三季度 整个宏观的经济的压力 还比较大的 包括投资贸易消费 三加码筹 所以还要再看一下 因此十月份的市场 在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 正向变量 叠加效应之前 靠九月下旬的 原有的反弹的这些动力 我们认为不足以支撑 十月份行情再上台阶 比方说两千八两千 就升了这三千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边走边看的一个行情 再考虑到全年整个市场 因为情绪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的舒缓它需要一个周期 因此十月份应该是个过渡性的行情 前几米一直对这波行情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包括上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基金这边现在怎么看 应该说的话 整个市场的基金也是对这个市场相对来说分化比较大 但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十月份相对来说 可能会到了一个 就是尖端性反弹的一个创口期 那么原因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境内和境外的这两个方面的 负面的因素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市场对它已经开始慢慢的顿化 而且对于利益多的因素也在累积 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 对境内的市场来讲的话 我们最主要就是看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怎么样 但市场其实在二季度和三季度的时候 对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 其实已经早有雨期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从每个月度的跟踪来看 应该来说三季度数据超预期差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想法来讲的话 有可能会比较明显的超预期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应该说在经济数据这方面会有一定的预期差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来自于整个市场 在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处在一种估值底和情绪底 包括政策底叠加的状态 那么只不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业绩的增速 现在是在加速碳底的过程中 那么加速碳底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可以会看到 从整个市场来看 确实是在二季度三季度是比较差的 那么到最近我们可以发现 从交易层面来看 有些很多明显的现象 比如说市场开始对于负面行息出来以后 那么可能会只是有一天的这方面的下跌 那么包括就之前我们可能会看到的 房地产的预售的取消等等这方面的传言 只是房地产板块有个调整 其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相对来说比较抗跌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罗素富士指数纳维股 这个因素可能真正的 比如说来自被动配置的资金 可能会在明年出现 但主动配置这方面的预期 可能会在今年 就10月份以后就可能会慢慢进来 那么这个方面可以比较去年 就是6月底的时候 这个MSI纳维股指数以后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的变化 公布以后对市场变化 是有个明显的正向刺激的作用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 在结合整市场盘面来讲的话 比如说金融 比如说消费等等这些头部的公司 可能会在市场的再反复被挖去 所以这我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效应 那么再加上今年的 整体的二季度和三季度 包括不管是公布还是私募 是一直受到一个压抑的状态 所以如果市场情绪 又微微起来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编析资金会做多的力量会出来 当这个市场在存量博弈的时候 特别量比较小的时候 那么新增资金 哪怕是可能绝对的量不是特别大 那也会引发这个股市的 一个指数的一种反弹 刚才马全胜讲到 这个富士罗素指数这个东西 这个到底会对这个市场 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想首先它主要还是个心理的影响 相对来说 参照前面的MCI 国际市场国际投资者接受 是吧 我们这个市场的国际化 进一步的迈进 另外呢就是也对上市公司来说 提出更高的要求 你有更多的海外投资者 你的运作就更加规范 你的信息更加对称 对透明 所以这个对市场的制度性建设 我觉得是有利的 当然对投资者也是一种引导 就是我们相互影响 我们从一个比较喜欢投机的 慢慢向投资转变 在这两年已经有体现 海外投资者是有一定的贡献 未来也会加 从资金 就实实在在资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很早 因为这次公布要到明年6月份 6月份 9月份 12月份 这个往后挪 那么基本上 现在过去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换句话讲 你现在登买的 你等它来 等到它真来的时候 你黄花菜都亮了 从这个可能太炒钱 因此我觉得 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支持作用 可能会更大 另外 你市场在不断地扩容扩容 还有大消费在减持 是限制减持 是吧 你今年有将近3万亿的限设股捷径 这个你 你罗素资金 什么罗素也顶不住这个东西 对吧 也就是几百 一两百亿美元 也就是 一千多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数量 所以 所以我想更多的是一种 潜移默化的一种引导 当然因为有消息影响 有风口 所以我们看到 本周的保险股 银行股 大蓝策 在这一波反弹当中 上证50%表现最强 涨幅是9.9% 其他几个指数 都在百分之6点几左右 我看了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相对优势已经体现出来 这周还有一个热点 就是说我们看到钢铁 煤炭这批跟基建相关的板块 有所移动 就包括像刚才 马先生也讲到了 这个四季度 可能这些基建类的 这些项目 可能陆陆续续 会有些动静 是 地方债的 专项债的投入 在加速 这个有一万亿这样的规模 另外还有一些 其他的地方债的项目 下半年要加大投入 是稳增长稳投资 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以政策上面 是有鼓励的 第二个就是 进入冬季采暖季了以后 北方有限产 一些污染型的企业 高能耗的企业 有限产 像河北有些地区 限50% 有些地区限30% 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库存需求在增加 你的产能在受限 所以供求关系在下 第三个 设计会讲 现在国家的资源 在向大型的头部型企业聚集 那么大型头部型企业 比方说水泥当中 海螺水泥龙头 对吧 它占到全国产能的 石分子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半年 海螺水泥的业绩 非常出色 然后像钢铁 钢铁就保钢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些头部企业的 效益的不断的提升 它的规模化的优势 在凸现 因此加上需求的增加 它的这个跑银市值 跑银市场 我认为这个趋势 在未来的还会有持续 所以所谓的结构性 所以这个会持续 这个对投资来说 是有这个借鉴作用 十一假期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 整个的消费类的个股 又开始又比较活跃 接下来会怎么样 应该说的话 消费类的个股 还是会被持续的发掘 那么从 尽管就是从消费的 数据来看的话 确实必须消费品 其实是表现是比较差的 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 日用消费品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也就是说 日用消费品的行业 还是整体的来讲的话 外资重点去挖掘的行业 这也是这两年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在这个 就是已经日用消费品的领域里面 出现了很多比较大的 就想到很多是股票的 也很大的因素 那么如果我看的话 包括厂家的因素 包括我们可能会看到 整整的就是说 这个经济的增长的预期之下的话 就下行压力之下的话 只有这块的业绩的增速 可能来看的话 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还会被市场 有一个反复的去追踪和挖掘 那么再加上就是说 这类公司也是通过什么 就是去到下乘以后 越来越往头部公司去累积 所以这个过程 还是未来可能会 三到五年 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 所以对于消费品的投资 不仅仅就是说 短期的一个题材 更多的我觉得 把这个视野需要拉得更长一点 那么这个过程来看的话 那么可能它在一个阶段来看的话 它会有这种回调压力 但是回调之后 那么我们基于就是说 目前包括往未来看 三到五年的话 那么它是未来可能确定性 持续最稳健的一块投资 我觉得久了一口还是不错的 因为旺提到了 然后最近听说 杨核可能要停止供货 它也是为未来的提价 做一些准备 那五两业也是 那么相对来说 茅台是一个标杆 但是性价比可能 五两业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毕竟股价差一大截 我觉得白酒类公司 还是不错的 那么日用消费品的这一段 前一阵子涨过一波 比方说杂财 海田卫月等等 这些涨过一波 但是最近出现一定的调整 餐饮旅游这一块 主要还是个周期性的题材 因为国庆常见 黄金周 我们注意到这两天 餐饮旅游这个板块有所回调 可能就是因为 往往题材到了兑现的时候 它反而是一个 阶段性离场的阶段 所以它要掌握一个节奏 掌握一个波段 可能黄金周 回下来以后 在元旦和春节的消费高峰之前 它又是一个买入的机会 但不管怎么说 在一个相对偏弱的行情当中 整个消费板块 仍然是一个防御性板块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海外资金的流入 对于消费股的流入 也是比较明显的 因此 讲相对的小环境 就是这个局部的 小环境的供求关系 消费股仍然是一个 相对良性的板块 是可以做一个关注和培植 当然你是中长线买入的话 你像茅台 茅台跌到600多 然后这两个礼拜 一涨光当又跑到700多 弹性就出来了 所以什么叫好股票 好股票就在反弹的时候 它有弹性 能够受到关注 有量能支入 这个就是好股票 中金正式布局 优质医药股号时机 消财证券 不止正处于趋势变化 重大敏感点 国金策略 富斯罗素 纳A股大金融消费板块受益 天井投资 跌势移址 资金扫货 好 嘉宾观点 观点参考 祝各位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9点40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 0 2